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中共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3月21號 武漢網友上傳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 一名似乎是專門為醫生服務的司機透露 他當天拉了一位協和醫院剛下班的醫生 那位醫生說 協和醫院兩天確診病人131例 但為了所謂的社會穩定 經濟發展 不得不暴零 這位司機說 其實還有很多無症狀的潛在病毒攜帶者 他天天聽醫生講這些 心驚肉跳的 3月22號 武漢居民上傳了一段 某社區書籍的微信錄音通知 這位書籍說 你們等一下下樓也要談個物資 一次下去5個 不要20個一起下去 現在形勢不是蠻好 不要聽到什麼清零就覺得還好 我跟您講 不在清零一線的 你永遠不知道這個清零其實是個什麼情況 一位旅居加拿大的武漢人3月20號 向媒體提供了多份武漢市社區居委會的 疫情通報文件 這些文件顯示 從18號到20號 這幾個社區 至少有30個確診病患 但這幾天 中共官方通報的數據卻是零新增 3月21號 幾名在武漢方艙醫院 和隔離點做服務工作的人發表視頻說 當局在招聘時承諾720元一天 但是方艙醫院和隔離點撤銷後 他們一分錢工資都沒有領到 如今吃住都成問題 只能在大街上等 請求大家幫助